大家好 我张欣 台湾今天天气有点凉 外面还下着雨 刚好天气凉的时候就想喝完热汤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家常小料理 它的名字还挺有趣 问的叫做珍珠翡翠白玉汤 听起来有没有很酷很屌的样子啊 实际上说了个白话文 它就是白柴豆腐汤 喝喝这个白柴豆腐汤 搞不好还真的能体会一会儿做皇帝的感觉 小张你说这什么意思 白柴豆腐汤难不成也有啥故事 嘿 还真的有 这个白柴豆腐汤啊 最早期出现在历史典籍当中 还真的跟那个拉力皇帝有关 老婆乞丐皇帝是谁啊 朱元璋 朱元璋小时候大家都知道非常穷 剔了个拉力头当乞丐 有一次真的饿得受不了了 就倒在一户老人家的门口 结果那个老太太开了门一看 哎呀 怎么有个乞丐小孩 饿昏了在门口 就想可怜吧 就把他拎回家 想煮碗热汤给他喝 天气又冷肚子又饿 怎么办呢 就把他厨房里面剩下来的东西 有一些剩下来的白米 地上有几颗掉下来的玉米 然后还有一些块烂的那个白菜帮子 再加上一些快要收了的豆腐 煮了一碗热汤 这个小孩子啊 没想到听 闻到这个热汤的味道 眼睛一睁 哇 怎么这么香 这个妇人啊 就赶紧把这一碗汤端给他喝 小孩子肚子饿嘛 肌不遮食 肚热的时候什么都好喝 什么都好吃 吃吃吃 就把他吃光了 吃完没想到这个小孩子还挺有志气 站起来跟这个老夫人一说 谢谢您了 这个汤叫什么名字 哪一天我飞黄腾达了 我改一定回来跟您答谢 跟您志气 这个老夫人一看 有一个小乞丐 还这么有志气 这么会讲话 他就想一想 这个到底要叫他啥汤呢 他就跟他讲 这个汤有来头 他的名字就叫做 珍珠翡翠白玉汤 这个小孩一听 记住了 他就说谢谢 那我先走了 就说一流言就跑走了 没想到 这个小孩 真的还有一天 就变成了那个皇帝朱元璋 这老夫人不知道 他哪有机会再看到皇帝 这个皇帝啊 朱元璋在皇宫里头 不是政局 大致已经安定下来 每天就是吃着大鱼大肉 后来胃口越来越不好 就想到了 他小时候吃过的 这一个珍珠翡翠白玉汤 就叫后厨所有的那些御膳房里面的厨师就来做这个汤 他一听 所有厨师就听 这个菜有学问啊 名字光听就这么长 大家做了好几种这个珠元璋 怎么喝就觉得那个味道不对 有一天闲着美食就带领着所有的人去街上溜溜 就想找找看 还能不能碰到那个老妇人 就没想到 寻平的记忆走着走着 看到那个旧帮子上面写着豆腐汤三个字 他一想 哎呦 该不会真的有人卖豆腐汤吗 他就推了门进去 坐了下来 所有的人就站在他的后面 他就叫他上来一碗豆腐汤来 那个豆腐汤上上来 一喝 他就心里想 就是这个味 就是这个味 他就叫下属把那个主菜啊 就是这个店的老婆婆给请出来 一看 哎呀 真的就是那一个老婆婆 他就跟他说 哎呀 谢谢谢谢 当年您救了我 一命不知道 您还记得不记得 那个老妇人想着想着 哎呀 你就是当年那个小乞丐吗 这个时候他不知道他是皇帝哦 他就说 你就是当年那个小乞丐吗 就站起来跟他说 谢谢谢谢 我说过 我一定会回来谢谢您的 结果两个人话越来越投机 那个老妇人啊 没想到 怎么讲话越来越没遮攔 就开始开启 他的玩笑 哎呦 没想到 你当年穿的破破烂烂 哎呦 多可怜 又多可怜 那一碗汤 其实我只是把剩菜东西煮给你吃 没想到 你两下就喝完了 我看你那个小小的 还挺会讲话 所以我编了个名字 告诉你 它是珍珠 翡翠白 一趟七十 它就是一堆烂东西 凑在一起 煮成了豆腐汤 哎呦 喝了还气有滋味就跑了 结果还没想到 这个时候 朱元璋啊 那个时候脸色 一阵黑一阵青 后面站着所有大臣 还有他的卫兵 都不敢讲话 结果这个时候 朱元璋听他讲完之后 把汤打起来喝完 跟老妇人说了声谢谢 就出门走了 门一关 他就交代他后面的位置 把那个老妇人给我杀了 所有今天听到这一段话的人 绝对不准给我讲出去 谁讲出去 宰了谁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 真的 半君如半虎 有一天你在职场上面 你发现你过去的发小 你过去的同学 或者是跟你什么同事 有一天他生了官 变成你的主管 你不要把他过去偷鸡摸狗 混水摸鱼或上班 打混的那些事情啊 拿出来嘲笑他 真的 半君如半虎 你不知道过了几天 他会怎么整你了 这是比较难听的一个小故事啊 到了后来 其实还这个北翠白鱼汤啊 这个青菜豆腐 还有一个好的故事 后来他发现 这个明朝的风气越来越差 他就趁着帮他母亲祝寿的时候啊 然后就办了一个喜宴 把所有王公贵族 还有那些大臣全部请来 结果大臣祝寿完了 就让他请大家吃个饭嘛 结果上来的第一道菜是炒那个罗伯斯 第二道菜上来啊 是炒韭菜 第三道菜上来 这朱元璋请客 是一大碗的那个炸菜炒青菜 第四碗上来 大家都在想 应该有个肉了吧 没有 上来还是一大盘炒青菜 最后上了一个汤 叫什么汤 就是白菜豆腐汤 这个时候朱元璋站起来了 我给我母亲祝寿 吃的就是四菜一汤 以后所有宴客 习庆 所有吃饭 通通按这个餐标来办 四菜一汤 全部素食 汤就是这个白菜豆腐汤 从此之后 整个明朝的风气 又瞬间清联了起来 所以朱元璋这个人啊 你别说他 他这个人心很熟了 但做事还真的有点雷利风行 这个白菜豆腐汤 今天喝了之后 咱们就来当一回 乞丐皇帝吧 好歹话不多说 白菜豆腐汤 听起来很简单 但实际上还是有它一定的做法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最简单 但是吃起来绝对让你难忘的做法 好 好嘞老婆时间交给你 大家好 我是玉露 先来切白菜 白菜我全部都已经洗干净了 对 然后你看它有白菜帕 跟后面这个叶子的地方 切的时候呢 我们就这样切 白菜帕 跟叶子分开处理 对 白菜帕我们放一边 老婆你猜我买这一颗白菜多少钱 多少钱 180块台币啊 超贵的 我真的很想把它放回去 可是已经拿了又秤了 实在不好意思 对 你都很容易不好意思 要是我就直接说老板那我下次再买 重点是我只有带200块钱在口袋 差一点就超过了 要不它超过了我也可以推 你没超过 180块钱 别看白菜豆腐汤 价值莫菲啊 今天下雨天啊 喝这个汤真的蛮适合的 其实现在已经是算深秋了 对啊对啊 就适合喝这种汤 就把菜帮子跟叶子分开处理啊 菜帮子切小一点 叶子可以放大快一些 现在我们切一些葱白 调味道非常简单啊 对其实它这个就是要喝很清淡的那个口感 清甜的味道 浆我们给它一点点 这样就好了 之前我们还在讲说 人家好像台风天什么贵 就硬要买什么 结果我发现我们现在也跟人家一样 哈哈哈哈 可是有时候你就是特别想要喝什么 今天这一块豆腐很特别哦 这个是老豆腐 所以你一拿你就知道 它跟一般豆腐不一样 它非常重 很沉 它很实 它也不是板豆腐 它就是老豆腐 对 那你看我的切法 是这样子 我们先这样子 从这一头 把它划到这一头 斜切 先斜切 然后接着我们再这样切 把它切一个厚度 这样切出来就是个三角形的啊 就是这样子的三角形 漂亮啊 好那咱们切一会儿 好 先烧一锅水 先把白菜帮都先下来 这样看真的感觉好像很 就很干净 对啊 然后豆腐也下来 有没有 翡翠白玉 看到没 这个就是白玉吗 豆腐是白玉 对哦 焊白玉不都一块一块大了 我们这个把它先放好 然后这个 等一下啊 滚了以后 我们就把它长成差不多中火 嗯 先让它滚起来 滚了 好 现在把刚才的姜 还有葱段进来 给它一点点味道 嗯 这个味道就是很干净 嗯 这火候很重要啊 火候控制住了 烫就甜了 这样子 嘿 比小红果再多一点点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子我们先让它煮20分钟 现在我们来调灵魂酱汁 嘿 先用三颗蒜头 对 先给它进来 这里面用一点点 一点点的盐 嘿 一丢丢盐 嗯 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调这个 这样子 这样 弄一点盐啊 可以增加它的摩擦力 你磨起来啊 比较容易出黏性 吃起来味道也不一样 这样子磨出来的蒜泥 跟切出来的蒜泥味道还是不太一样 差很多 差很多 这个比较辣 而且蒜泥你磨好之后 摆个30分钟再吃啊 跟现吃味道也不一样 对 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没拨过油跟没拨过油有差 对对对 都是不一样的 蒜头可好玩了 大家看我们那一锅啊 一点油水都没有 也没加什么调味 所以它就是清汤寡水 这个调味料就重要了啊 对 这样闻就好香了 等一下啊 这蒜头磨好了 我们现在就把它倒到这个碗里面 我有加了一点点辣椒 因为我们喜欢吃辣 对 这个进来 现在我们就来调酱汁了 你看就稍微磨到起粘性啊 对 酱汁的话我们就是这个酱油的话 给它三匙 三匙 不过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调 像我们家你喜欢吃酸的酸一点 喜欢吃咸咸一点 但是最好的比例还是三比一啊 这个是白醋 嗯 一匙 然后香油我们就给它一点一点 一点油丢就好了 好就这样子 好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的酱汁 大家有看到我们最下面还要加辣椒 嗯 很传统的味道 对 哇二十分钟到了 哇 清清如水啊 对你看这个豆腐 对 已经这样子有孔洞了对不对 对对对 长大了一点 有点开花 其实我就喜欢吃这种豆腐 中间有蜂窝的这种 它那一种啊 吸那个酱汁特别好吃 对的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把这个上面的菜叶子 把菜叶打进来 菜叶子都压进来之后 我们再给它煮个五到十分钟对不对 对差不多 就等它滚了以后 我们大概再煮个十分钟 好嘞 就差不多了 好的 好的 现在又煮了十分钟 哇 你看这颜色真漂亮 真的很漂亮 这是一个很干净的感觉 你看这个 漂亮啦 下面的豆腐 啊很漂亮 OK 熄火 你看这个就是要这样子开花 我们现在要调味 还不能熄火 我已经想吃了 等一下我们在里面加一些盐巴 这个调味不用太重 然后再一点点的糖 一丢丢就可以了 对 这样就差不多了 等一下呢 就味道散开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熄火了 好准备试吃 这一锅你看轻轻如水 可是闻起来就有那种清甜的香味 其实还蛮香的 我就一直回忆 小时候我爸煮这一道菜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住眷村 早期有烧那个煤球 老婆先来问一下 就一个煤球摆在那个地方 然后就一锅在那里 然后三四个同袍就围着 然后边聊天 然后就夹这个白菜豆腐吃 那时候没油水也没肉的 那你看这道菜 我们做的时候 就是一点油水都没有 怎么吃呢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这样吃 一碗白饭抓着 然后这个豆腐拿出来 你看中间起了泡了对吧 有没有 变大了一些 然后就沾这个脏 蒜头味特重 就这样给它沾起来 放到白饭上 中间那么一夹 刚好分两口 就是这个味道 就是这个味道 真好吃 这个白菜啊 我爸说第一口吃的时候 不沾酱 就是它那个清甜净 就是个甜啊 甜的 因为北方冬天没有什么青菜 北方冬天就只有大白菜而已 一起来很早的时候 今天印象特深刻 几个北方大南人 等于也回不了大陆了 就围在一起 有事没事就煮一锅青菜豆腐吃 哇好吃 再加一块 我最喜欢吃豆腐 就是它中间开花了 然后沾了那个酱汁 就是这样 它会吸到里面去 还没完 最后这个糖啊 就这样 汤泡饭 泡饭 特清甜 就这样 口味如果稍微重一点啊 就这个蒜泥汁 有没有 这么一半 这不就是幸福的感觉吗 有的时候吃吃食物的原味 稍微清淡一点 不沾乐的一点油水 吃起来至少精神好 心情好 对健康也好 而且这道菜 您别说 它这样煮还真好吃 有机会的话 回家试试看 做一会儿 朱元璋嘛 感受一下 那个时候的皇帝 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 什么样的感受 当心谈谈 咱们下回见 拜拜